走近云雾缭绕的拉拉山有如自身仙境 高耸入云的千年巨木更是令人惊叹 今天是因为它重新变成国家森林游乐区 所以我们才又来看一次 由拉拉山巨木区转型升格 经过六年筹划成为国家森林游乐区 海拔1400到1900公尺动植物品种丰富 自然保护区内育有红块群、扁驳等珍贵树种 其中深受关注的是里头的22株神木 树林高达500至3000年不等 散布在全长3.7公里的景观步道旁 国家森林游乐区前十大巨木排行榜中 拉拉山就占了五颗 其中树林1495年的24号 是拉拉山巨木群中年纪最大的 而且拉拉山的24颗列明巨木中 更有七颗超过千岁 拉拉山的块木是没有经过砍伐的 留下来的最原生的块木群的 这样的一个物灵态的这些特色 除了整体的步道建置非常的完善之外 可以看得到在园区当中的 二十几颗的这些相关的块木 瞄准端午廉价还有暑假过滤商机 抢先宣布在9月30号以前 让你用半价100元入园探索拉拉山巨木秘境 欢迎新闻陈明艳李若彤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